大家好,我是索菲亚,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鱼骨令剑 昨天我就闻到很香的鱼骨令剑花的味道 它的香气特别的好 今天早晨我就看见了这个花苞 它也没有开放,只是闻到它的香味 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它的花苞其实上长得挺大的,也挺壮的 我还以为它这几天会开放 结果它并没有开放 它就坠下去了 应该是凋谢了 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的少见 很可惜它没有开放 我还想等着看它这朵花开放 我想也许是时间的关系 或者是最近天气呢,变得非常的冷了 晚上这个暖气都开始启动了 夜晚的温度降到40多华氏度了 所以也许是这个天气的关系 而且之前呢,这盆花上面呢 还长了另外的花苞 现在呢,这些花苞呢 也都掉了,没有长大 像这里有一个也干掉了 之前呢,花苞干了以后 就给它摘掉了 这个是个花苞也干掉了 真的很可惜 它没有开花 这一盆,另外这一盆 它其他的花朵,花苞呢 都掉了,都干掉了 现在就剩下这一朵 这一朵这花苞 还在生长 而且长得还不错 看上去 希望它这几天会开放吧 因为我前一段去旅游了 所以没有看到呢 之前的那盆花开了四朵花 很想能看到这一朵花开放 希望我能如愿以长 而且它这是黄色的花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黄色的花 后续我还会一直跟踪报导 这一朵花 有没有开放 如果是开放了 我会分享给大家 好的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就请关注 点赞 并欢迎转发 开启你的小铃铛 你就不会错过我的下一个视频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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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